今天是我这几年来觉得特别巧合 也特别感慨的一天 事情是这样的 时隔三年 我接到某节目组活动的一个通知 要去郑州路哥 然后路哥这个地方正好是我 开始做账号的地方 也是我开始成为麦小丹的地方 是我曾经居住的地方 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我之前在这条路上还接过我爸呢 是这条路啊 我让我爸过来住几天跟着我 不放心他 现在转头就可以跟他一起住了 趁天陪伴着他 三年变得还挺快乐 三年改变了我 改变了我的人生 今天我想感谢那年23岁的自己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 最近说的好多朋友思想说 像我学习之类的 其实我想说 没有过去的经历 就没有现在的那种 今天又来到这 感谢二十相聚的自己 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年前 自己还给自己画了一个笔 立个flag 当时就觉得自己还是凭可笑的 但是现在想起来 真的实现了 我觉得我一直算是一个 相对来说很独立的人吧 我爸那段时间就是在家重其母币 自己生病 也不说 也就忍忍就好了 他是那种村里典型的老好人 又不爱跟别人交流 沉默到平常一两个月都不会主动给我打一次电话那种 但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只是不会表达 我就在外面上学工作很多年了 长相也一般 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我爸身体不好那段时间 我一起做了很多工作 我做过策划 也做过老师 不忙的时候 也做过客服 摆过地摊 给别人写过什么广告字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最难的时候我还晚上偷偷捡过门口的纸箱子攒起来 就想着省个饭钱 还在路上帮他那种拍平面模特广告的 被骗了九百块钱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一次 平面广告我都没有接到 感谢二十三次的自己 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 合饭一天能中一两百块 我一直都挺想创业的 因为创业 我觉得才有机会多重点改变我的家庭 当时想辞了工作 开个店 没事就记录一下 挣点外快 要是钱不够了 就借别人的也要把这个店开起来 后来发现 其实创业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那段时间 我经常在出租我里抹眼泪 因为他的指标是不能报的 兜里的钱呢 也承担不起那些费用了 有一次 我还给我爸提前过了一个生日 说实话 真的是因为当时特别无助 特别害怕 我从来没有当过家里的店链主 但是从那一刻我知道 我要当家了 咋办呀 咱俩唱歌都不好听 你唱的好听 我唱的不好听 人生第一次录歌 不知道咋样 后来呢 我居然攒了二三十万粉丝 也有了收益 我想着就回家做短视频吧 也是个疯狂 像我和我爸一并分开了 技术上拍的不好 我可以学 但是我真的不想被淘汰 不用不服输 我觉得只要我去学了就有机会 所以感谢二十相续的自己 抓住了机会 说实话 做视频到现在 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好了太多太多 能给爸爸一直保持治疗 还能让自己正合什么的 完成自己的心愿 有时候呢 还能帮帮别人 真的是改变了我爸爸的人生 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真的是风口上的猪猫 三年 日日坚持做好一件事情 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吗 答案是 只要你抓住机会 可能会的 因为我知道 我这种生活记录 不可能一直被关注 一直挥火 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为什么自己这么普通的一个人 现在还会被你们喜欢 有时候觉得自己喝的很冷 作为博主 我也害怕 害怕自己做成质量不好 自己不能日工 过了两天 又忘了我 可是老天爷 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人生只有一次 我拼个命 我也要抓住 所以我经常收到私信和评论说 特别羡慕我现在有个 爱我的未婚夫 疼我的爸爸和婆婆 羡慕现在的一切工作 生活状态 会有人说讨厌我 最近有很多营销号 恶意剪辑 都是假的 造谣的 其实这种 创伤心口的事情 真的是不应该 每个人都有自由言论的权利 但是不能一味捏造和放纵 当然我们唱歌 不好听 可以调 你们两个唱 对 两个人 合唱 但是没有分段 现在又回到原地 我想让我 我想让如今的我 唱给过去义无反顾的自己一首歌 感谢二十三岁的自己 坚持了下去 做了一些不起眼的工作 自学了一些 身边用得到的知识 才能平凡的我 被你们认识 所以你们遇到机会 都要抓住 因为不尝试一下 怎么会知道不行呢 前提是 一定要是正确的道路 随时别人用重的小任务 绝对